來巴黎的第一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逛超市 每次要到不同國家的東西都叫逛超市 我們要來買我們明天的早餐 我覺得他們超市很好吧 因為超多特斯各樣很豐盛的微波斯餅 看超多有飯有麵 我買了義大利麵好了 那我明天的早餐 水很重要 我們要兩瓶水 我最後最後最後這裡 還有一個這裡有多 他們這邊都有賣那個已經鋪好的紅石油 在台灣都沒有的 然後哪些麵包可以吃 然後也可以當明天的道具 道具之一就是法國場棍 這是最好的道具 但只是那一根 沒事沒事 有新聞效果吧 剛剛如果我買道具我覺得是在太後面了 真的是道具啊 一小時 因為還有還有還有 你一面水很大 對啊因為住AMB&B 所以要自己準備 早餐 食物 現在是八點的早上新店 現在是八點的早上新店 我們現在要起來煮早餐 先熱火一下 我幫他煎顆蛋 他媽說我煎蛋 一定會加一點點牛奶 還有加一點水 因為這樣蛋才會很香 一顆一顆蛋 你要吃一顆 他要幫你煎一顆 然後加一點水 再加一點牛奶 所以說這樣蛋才會很香 你有沒有那種痛痛的感覺 等一下 好香 好香 我覺得這AMVMV還不錯 因為 他要什麼有什麼 而且還有一堆酒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 剛剛他找那個橄欖油的時候 找不到橄欖油 然後卻找到一堆酒 超扯的 怎麼會這麼多酒 果然是法國人 很注重 那個生活 吃早餐 然後我加一顆蛋 吃光光了 吃完早餐呢 現在要準備去化妝 化完妝 整理衣服 我們就要出門開開啦 化好妝 化好妝 然後現在我正在 就是看 等一下我們先出發去哪個地方拍攝 因為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所以安排的都是鐵塔金 看我們就是有 剩一些 檔案是不是 哪一套衣服 配哪個金 配哪一雙鞋子 我們都已經Fay好了 所以現在就開始整理哪 哪一套一套衣服 準備上車 好 原本是下雨天 出太陽啦 好 準備出發去拍攝 到第一個拍攝景點 然後 再搭配一下我們自己 好冷喔 跟大家分享我最愛的那個早午餐店 就在歌劇院旁邊 一直在這裡 為什麼會喜歡這一間 因為這一家都有熱湯 今天是每日濃湯 這邊熱湯都很好喝 還有 這邊有那個 洋蔥 洋蔥濃湯 而且他們家這家店呢 就是不要洋蔥一點 所以餐點都是非常的 不會很油膩 然後又很好吃很新鮮 尤其是他們的麵包 跟你們說 他們的麵包很好吃 而且還有 然後還有點那個 這個是什麼我忘記了 有Chicken Toast 就是有起司 然後還有雞肉 然後一點點青醬 這個也非常好吃 熱熱的 Chicken Toast 所以蠻推薦大家 來這家店 吃吃看 你撕棍氣球 這樣嗎 還是不夠了 不要太大喔 它就爆掉 它就爆掉 Chicken Toast 你說停就頂 好了好了好了 好好玩喔 它好綁喔 車上滿滿的氣球 所以我們決定 把你留在巴黎買氣球 賺的生活費 對 你就不用回台灣了 現在越來越會吹氣球 對 越來越順手 對 你越吹越大顆耶 這顆有點太大 好的啊 有大有小 對 有大有小 比較好看 有層次感 你看 我們車上已經滿滿的氣球 滿滿的氣球 現在我們要去 找那個 店 買 綁氣球的線 買個毛線還是什麼之類的 應該是什麼綁 禮物的綁帶 對 綁帶 可以把這些氣球給綁起來 看我們多認真的 這C景 所以巴黎才給我們一點太陽 但是久一天 希望明天還有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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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巴黎時間的兩三點 然後呢 我們因為要搶時間 所以中餐只好在車上解決買了什麼 你說這叫什麼 Chipolle Chipolle 是墨西哥絕餅 這個不到10歐 超大一個 真的耶 好大 跟我的臉比 有沒有 可以遮住我的臉 對 小心喔 超大的 小心下面要拍的 然後裡面有飯 裡面有飯 有蔬菜 有肉 欸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便當 是不是 很棒 很棒 好 我們試吃趕快 去下一個景點 拍照 近期很夯的一個街口 很多人都會來這邊拍巴黎鐵塔 現在呢 我們到第二個景點 第二個景點是在某一個小巷子裡面 然後那個小巷子可以就是拍到鐵塔的另外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很美 然後搭配太陽的逆光 美美的逆光 就在那邊旋轉 可以跌景 好 我這套拍完要去第三個 吃飯時間 然後我找到一家非常會當下的餐廳 往上看他們的裝潢 拍照超美 而且有點幸運的事 所以 沒有人 只有我們 所以呢 謝謝 我們拍照拍得很開心 這是歐姆蕾嗎 他的歐姆蕾好白喔 我可以切開來看嗎 你切喔 切開來看 裡面有起司 這個歐姆蕾要看起來好像有點無聊 然後配菜出菜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 我自己點是那個 Travel Pasta 松露義大利麵 松露義大利麵 我每次來法國都一定要吃一下松露的料理 因為法國的松露都很好吃 還有這個是塔塔 這什麼塔塔 Avogado 對 牛肉和鮭魚 對 然後它旁邊呢 可以自己選自己想要吃的甜點 就選一個塔跟那個 法國一定要吃一下閃電泡芙 好啦 準備開動了 OK 我們現在在耶馬大橋的丑下 我跟你們說 可以 這邊是個非常好取景的地方 因為這邊可以跑到耶魯大 耶馬大橋加那個 巴黎鐵塔 我們還用心的帶了護來 就是假裝演餐的感覺 還有就是那個 我今天買的那個 法國長棍 掉到地上的法國長棍 還有屁肺的 道具 跟 一支 三歐的玫瑰花 超貴 你知道 正確是 還有 這個 我在那個 不知道哪個國家買的一本書 對不對 就是在這邊可以 拍個美照 好 拍攝終於結束了 像是巴黎的5點 差不多 太陽就下山了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 先搜尾 看我身上 超多東西 還有一個心靈箱 跟一個 超大的袋子 裡面滿滿的道具 衣服 包包鞋 東西怎麼可以這麼多 你看我 那我現在是什麼Style 要進入這個 狹小到不行的電梯 三個人又要擠在裡面 妳就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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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硬要把人夾起來 也沒有 在乒乒乒乒 也沒有乒乒乒 現在呢 我在做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就是選今天的照片 選完了 妳看今天 今天的照片 還不錯 滿意 因為有美美的陽光 加我們自己 買的道具 珍珠奶茶汽車 就是要選完照片 然後再叫 再請睡 吃 幫我們修一下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次出的 A&B 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大 但妳說在這邊 應該可以拍一個 十個人的派對 最厲害的是它的景色 我們走到這裡來 窗簾 就美美的巴黎鐵塔 然後呢 在這邊可以拍一個 拍上千張照片 非常好拍 除了很漂亮的景色之外 這邊有那個 廚房 廚房 廚房就是非常好使用 請大家 除非我們亂七八糟的那個 因為我們工作沒辦法 廚房之外呢 這邊還有一個房間 裡面還有很大間的那個浴室 浴室 還有那個叫什麼浴缸 對 這邊的床 我覺得這個位置也不錯 就是妳躺在這邊的時候 一早起床 跟她的眼睛 你看她是巴黎的天啊 超級浪漫的 所以如果有來到巴黎的朋友 我覺得蠻推薦來 這一家民宿 而且這家民宿 我們住幾天啊 三天 一萬多塊台幣 我覺得還蠻好的 一萬多塊一碗 一碗一萬多塊 但是可以睡五六個人吧 以上 以上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巴黎的民宿 公主 前面